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对批准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里讲到的是在美国境内转身份 如果你要在美国境外直接申请像这些签证 凡是除了工作签证以外的 比如说在美国的dependent 配偶子女这样的签证 包括H4 J2 F2等等 或者到美国如果是旅游签证 或者探亲签证 或者是学生签证 那也一样 你要证明这方面财务的安排 要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那么除此以外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 你在转签证身份的时候 以及尤其是在申请绿卡的时候 那你要证明你一直保持了合法身份 比如说如果你是学生 或者访问学者 拿F或者J签证 那关于你的记录呢 在有一个这个叫Service系统里面 应该有 如果呢中间有较长时间的身份的空档 那么会影响转身份 以及绿卡批准 这个呢我们在其他视频里也讲到了 然后呢 那么最后在你申请绿卡的时候 提交这个485 那么如果是雇主支持 或者EB1B 你要有一个J表 J表需要公司签字 如果是自己申请的呢 比如说EB1A或者NiW 不要雇主支持 但是呢 如果你有美国的工作 会有帮助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在批准你的绿台 以前也会问到 那你现在在美国在做什么工作呀 如果说原来是科研人员 后来我准去卖房子了 卖保险了 这个呢 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说明 证明 还是否计划 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工作 那你不一定呢 必须要有在美国工作 中间有这个一段时间 没在工作是可以的 或者比如说申请人来自海外 暂时没有美国的工作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那你需要提供一个工作计划 研究计划 详细的说明一下 我到了美国 拿到绿卡以后 计划怎样的继续 咱们专业工作 所以呢 财力证明或者工作许可 对于S85的批准 是有用的 重要的 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篇 讲到呢 说这个转身份篇 用到的这个财力证明相关的信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